环球时报综合报道,对于巴基斯坦总理表示,准备释放异度被俘飞行员的和平姿态。截至北京时间,3月1日零时,印度官方并未表态。 法新社称,在印度,巴基斯坦总理的这一宣布,被视为新德里外交施压的胜利。 法新社员引易度评论人士的话称,这是伊斯兰宝方面在压力下做出了让步,实际上,印巴冲突升级后,印外交部指向八方提了一个要求,立即释放被俘的印飞行员。 印总理态度仍然强硬。 2月28日,印度总理莫迪在印巴冲突升级后,首次对印巴局势表态。 当天,莫迪在人民党举行的一场选举造势活动中发表演讲,莫迪态度强硬。 他称,巴基斯坦的做法,就是想要分裂印度。 敌人试图破坏易度的稳定。 所有印度人都应该像墙一样,像石头一样屹立不倒。 今天,整个国家是一个整体,与我们的士兵站在一起。 不过,他没有提及被俘的印度飞行员,空军元帅之子,被俘让一蒙羞。 实际上,尽管印度网上热炒被俘飞行员一事, 但印度官方和正式媒体很少谈及被俘飞行员。 法新社称,印度各大电视台,很少播放这些视频。 印度时报在接受采访时称,该报有意决定,不使用这些图像。 被俘印度飞行员到底是谁? 为何在印巴引起如此奇怪的不同反应? 印度时报称,阿比纳丹被俘后,印度军方第一时间不愿表态。 但不少人纷纷向媒体指认,阿比纳丹是退役空军元帅瓦尔塔曼的儿子。 瓦尔塔曼曾在1999年印巴卡吉尔战争指挥印空军对巴进行打击。 2012年,瓦尔塔曼退役。 2017年,他曾担任宝莱物电影《威风扶过》的技术指导。 有趣的是,该片讲述的是一名被巴弗罗的印度飞行员,如何追忆故乡爱人并逃回国的故事。 英国广播公司BBC称,过去几天,社交媒体上的反应,成为印度社会情绪变化的一个指标。 在印度驻克什米尔部队遭到袭击后,在各大媒体的推动下,印度社会充满了战争口号和给巴基斯坦一个教训的狂热。 特别是当印度空军对巴发动空袭后,社会上战争情绪高涨。 不过,在网上传出印飞行员被俘的消息后,印度网络上兴起了对战争说不的运动。 印度网友卡布尔在推特上称,我们正处于一场战争的边缘。 任何头脑正常的人,都不希望发生战争。 印巴应该对话并使冲突降级。 任何不这么认为的人,都应该和阿比纳丹及其家人交换以下位置。 报道称,飞行员被俘,另印政治气氛发生变化。 印度21个反对党27日,以致谴责人民党将印巴冲突政治化,以牺牲金人来换取选票。 彭博社称,莫迪正面临激烈的议会选举,他的连任形势,比几个月前更加危险。 近一年来,印度经济增长杂力,就业形势堪忧。 印度飞行员被俘,显然更使他陷入困境。 莫迪无法承受看起来是弱者形象的选择。 环球时保住巴基斯坦,印度,德国特派特约记者丁雪真怨,基荣青木陈一, 如果一般的个人化车牌号码,都不能完全展示你的个人性格。 不用担心。 很快你就可以在车牌上加上言文字emoja, 可是,你需要移居到澳大利亚的昆士兰, 才能在你的车牌上加上哭笑表情的言文字。 车牌上的言文字,只用做装饰用图。 车主需要花费额外的费用申请。 而且,只有表情正面的言文字可供选择。 包括戴太阳眼镜的表情,笑哭表情, 欣欣眼,单眼和普通笑容表情。 不过,这些言文字不会被纳入车牌号码。 就有的数字和英文字母组合会继续沿用。 据当地媒体报道, 昆士兰州皇家汽车会的Royal Automobile Club of Queensland, 认为这个创新的计划毫无问题。 发言人利贝卡·麦克尔·伯格·麦克尔·麦克尔, 对布里斯班期频道新闻说, 这种做法与车主将自己喜爱的球队会章印到车牌上便无分别。 网民对新的言文字车牌的反应两极。 有人希望可以尽快更换新车牌。 亦有人认为俗气。 当然亦有网民表示, 如果所有言文字都可以印在车牌上, 由愤怒表情到卡通脸大便。 他们会更乐于更换言文字车牌。 由于更换车牌花费, 475澳元, 260英镑, 340美元。 有评论认为, 这是有关部门提高收入的方法。 新华社柬埔寨共布3月13日电, 记者毛彭飞李建肃中国和柬埔寨两军金龙赴2019联合训练13日在柬埔寨共布省王家军部兵七零旅综综合训练场举行开训仪式。 柬埔寨王家军总司令冯批森上讲,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陆军副参谋长冯祥少将, 以及两军716名参训官兵出席开训仪式。 冯批菲在致辞时表示, 柬埔寨两国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。 两军金龙系列联合训练, 为两军提高能力, 深化合作, 传承有益助力。 必将对柬埔寨两国和平发展, 地区和平稳定做出贡献。 冯祥表示, 金龙系列联合训练是中简两军合作的品牌。 中简两军将不断丰富联训内容, 拓展联训范围, 共同提高两军交流合作层次。 中国驻柬埔寨使馆武官李明亚说, 这次联训是中简两军第三次展开联合训练, 是落实两国两军高层领导, 关于加强两军务实合作共识的具体举措。 较之决两次联训参训兵力规模更大, 联合作战更加突出, 武器装备更加多元, 训练内容更加丰富, 中方指导组组长舒可介绍。 此次联训按照反恐作战编组组织中简双方混编训练, 按照技能训练,战术训练, 实战推演, 实兵演练的步骤, 区分单兵、班、排、联、营五个层次, 逐集合成参训分队作战能力, 并按照对等沟通, 一体指挥的原则, 探索建立中简两军参训分队联合作战指挥模式, 旨在推进两军在反恐训练领域共同提高, 深化两军传统友谊, 这次联训将持续到27日, 以反恐联合训练, 既人道主义救援为主题, 分为技能训练, 战术训练, 沙盘和时兵推演, 时兵实弹演练四个阶段, 中方部队主要从南部战区陆军机关, 和第七十四集团军抽调组成, 共252人, 包括特战、陆航、 弓兵、炮兵、装甲兵等多个兵种力量。 环球网军事2月25日报道,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月24日报道,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, 俄罗斯、土耳其、伊朗, 没有计划在叙利亚境内, 开展联合军事行动。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, 在访问中国和越南之前接受电视台的采访时表示, 俄罗斯、土耳其、伊朗, 没有计划在叙利亚境内, 开展联合军事行动。 俄罗斯、土耳其和伊朗, 是叙利亚停战的担保国。 俄外长解释说, 俄罗斯和伊朗, 是因叙利亚合法政府的邀请, 在叙利境内活动。 此前, 土耳其领导人埃尔多安表示, 不排除土耳其、 俄罗斯和伊朗, 对叙利亚伊德利部激进组织, 采取联合行动的可能。 叙利亚武装冲突, 自2011年持续至今。 2017年底, 叙利亚和伊拉克宣布战胜境内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, 牵脚武装分子的行动, 仍在叙利亚个别地区继续。 目前的首要任务是政治调解局势, 国家重建, 以及难民返乡。 朝鲜和韩国在位于朝鲜开城市的板门站, 举行跨境铁路、公路连接工程动工仪式。 朝鲜铁道省副相机任格表示, 这是历史性的一天, 韩连社称。